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 來到聚焰堂的時間 聚焰堂回來 又有美女請償受訪問 確實也有 大家記得有一集說空中服務員 其實都會知道空中服務員有很多發展 因為應該說時間很多 切合我們青年創意創月的主題 他們有很多興趣 今天請來的嘉賓是Cherry 就是其中一個過往曾經做過機場服務員 現在有自己的餅店 網上的餅店 所以今天很開心 請來的 謝謝 你現在還是不中 先說個Hello 先說一點背景 過往做過三年的空中服務員工 三年半 但之前你是在Poly裏讀Hotel Manager 然後就去做空中服務員工 現在可以做自己網上的餅生意 會不會和你讀書有關係 先說那個餅店 不是一般的餅店 是網上的餅店 對 即不是租間店舖很標準那一隻 即是在那裡賣餅餅那一隻 是網上的 其實是因為原先的原因 即是讀書的原因 所以這樣 其實這條路對我來說 好像鋪了很久 其實讀書和做空中服務員工 沒有關係 但其實我喜歡做餅店 就是由中學年代開始喜歡 即興趣氣 對 是真的興趣氣開始 然後當時就開始想大學讀什麼 就覺得其實酒店管理是最和飲食業有關係 但為什麼你不直接讀書 其實很傳統的 家人覺得你讀到大學 他們就覺得你應該要繼續讀大學 但讀書其實不會有Degree Program 他們就覺得應該要順著這條路走 我當時就覺得不是強迫的 只不過是覺得既然要繼續走這條路 又自己升上去 那就不如選一科最相關 那酒店管理其實就和飲食業是最相關的 是最近 又要滿足到家人的需要 是的 應該是說香港未有飲食業的地區 是的 其實酒店管理是有餐飲科讀的 即是酒店管理裏面 是酒店管理裏面的餐廳 對 不像義大利真的有這個 Gashen Lover University 兩樣東西 就選了最相關的 當時最吸引我就是 因為酒店管理有廚房課 可以去Bank店 還有實習是可以選去酒店 甚至選去酒店的廚房 這些其實是最吸引我自己的東西 都是一個方法 我真的很懂得選這些東西 不好意思 這個麥克風有變 不好意思 就叫做最 最接近你的興趣 對 又很幸運讓我讀到這一科 好幸運 讀的時候 中間去實習 又真的被我進入去餐廳實習 餐廳 那順利成章 其實去餐廳實習 都叫做見識多些 因為 當時還是年紀比較小 而且他們都不敢給太多危險 即是他們洗自己 其實見到的真的會多了很多 讓自己在家製作一個蛋糕 是完全不同的 有回事 在酒店裏面有機會給你製作蛋糕 是的 結婚樓有很多層 是的 很開心 所以就擴闊了眼界 就好像給自己多了一個機會 去走近一點這一行 其實畢業後我第一年都是做飲食業的 但是第一年做飲食業 覺得時間很長 是 很辛苦 我覺得 我好像再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 過了一年之後 我見到有請空姐 好像很不關事 對很不關事 其實我最大的原因是 因為多價 就是多時間 對 首先根本都說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是幫航空公司做宣傳 我覺得條線可以放在後面 可以嗎 只有女孩子 只有我 麻煩你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好像幫航空公司買廣告 不好意思 但你明明之後離開了嗎 最重要是她能夠分析 目標很清楚 是仔細喜歡做飲食 小時候不是特別喜歡 可以這樣說 是單純喜歡 還是一定要做做餅師 不同的 那種喜歡就是那種很典型女孩子的幻想 如果有一間蛋糕店就好了 很單純的 其實沒有想太多 沒有想過現在原來是這麼辛苦 我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目標是你真的要有步驟 但你小時候總之就是這樣 那個部分 如果你後面醞釀不到 其實可能很容易沖走 對 當然你有工作 如果那間酒店不修理 可能會不會那麼容易 中國才會這樣分開 我覺得會是一個 看看自己有多想做 對 我其實有時也會想 如果當年升不到大學 可能我會順理成章去學廚 可能又是一條路 可能繞個圈也會回到那裡 又不定的 不知道 但眼界很不同 出去見過之後 是的 又是幫韓公司買廣告 你起碼叫空姐可以到處飛 是的 都會的 全世界的頂部都不同 都會 之前說起 現在有人故意飛去韓國 學做一個cup cake 吊花那種 韓式接紗 日式又另一種 歐洲也不同 他是收人工去看 是多了一個機會 幫韓公司買廣告 但歐洲的頂部也不同 非遠程 那時我讀大學 大學還給了一個機會 我就是去做交換生 我是選了去法國 法國是嗎 那時未去 是對那裡的地方有很多幻想 去了之後是否有很多室樂師 對 其實很不同 室了十米 我是法國學生 所以是兩種東西 很新的 浪漫 Café 為何我英俊找你 都可以多浪漫 不過Cherry去到法國 可能只是想到餅 就不想到法國 對 最令我開心 原來在家樓下的麵包店 在香港是看到菠蘿包 但在那邊是真的看到麥克蘭 麥克蘭 麥克蘭的時候 那些雜天 什麼都有 那些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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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是 我當時最開心 我當時最開心 是另一種不同的東西 對 很不同的理論 實在有很多機會 街邊舖的阿嬸弄出來 都比香港的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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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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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說 不是故意幫學院工 只賣廣告 但是 剛才很重要 開眼界 那是很重要的 有時間開眼界 不是不想年輕人開眼界 而是 如果一般工作 你會頂著你的時間 的確 不可能 學校大學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選擇 譬如你的科目 可以做交換生 你可以多看一些東西 當然你選擇的工作 它是可以令到你到處飛 可能中了這麼多的前因 令到你現在開這個網上餅店 的時間裏面 亦都可能比其他人 更寬闊 會不會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有 還有成本低 這是另一個問題 因為香港是貴到發瘋 不要想 但有膽子 網上開的餅店 怎樣都好 但原因是餅的東西 你又沒得看 又沒得聞 它有照片 反而人們經常說 開始很難 但可能因為我當時 還有工作 我只是兼職時間 不是即時就馬上有收入的壓力 可以慢慢試 可以由最基本開始做起 即是創業由副業開始 其實我覺得是很可悔 這次不錯 譬如我的學生想去試 我們MCA工作也好 我第一個劈頭就是 你千萬不要辭職 我讓你不起 第一件事你真的喜歡到底 這是很實在 第二件事 市場是否喜歡你到底 你覺得很實在 所以中間的過程 你會篩選到 究竟你是否可以在這行業 還有你沒有經濟壓力 你的人會比較定 還有你做的質素會比較好 因為你會覺得 我買了它漂亮 我花一晚都可以 但那些趕貨是不行的 因為不需要凡事都向著錢 當時的確不需要 當然現在全職壓力大了 就算是有個基礎才去放棄工作 去到哪個臨界點 決定真的要全程投入 要面對經濟壓力 其實那是掙扎了很久 我大概兼顧兩邊兩年左右 兩年左右 可以接受兩年左右 覺得穩定了 好像 還有我覺得當時 當時是二十七八歲 其實很奇怪的女生 會想 我也很想在三十歲之前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這也是重要的 但我覺得這個想法挺好 是推自己走一步 因為你覺得 反正都會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試過 有目標 這麼大不了 都是回頭 打一份工作 雖然這一行是不容易進入 但當時考慮了很久 但有一刻突然很有決心 其實這是很難逼的 你沒有那種決心 而且那種決心是 你家人說的你未必會聽 你會覺得自己 是不做不行 或者可能會後悔 其實身邊不贊同 很多人都 通常都是這樣 正常 問題是你試了兩年 這很重要 但是家人當時不贊同 家人也不贊同 家人也不贊同 又或者是同事 同事會覺得 這麼穩定 兼顧便好 兼職便好 為什麼要全職去做 你有份工作 什麼都有 即是保護 即是保護 整件事很保護 很安全 就是舒服 當然你問那些人 通常都是在舒服中 所以他都不希望 你怎樣去 從副業開始 你試了兩年 你有把握 有決心 那一下 你算過了數目 那時候 其實我也是 那種感受 那種 但我很記得 當初 到臨辭的時候 我的心情是 我每次上班 每次飛 我的心都會想 即使我可能 當時身在日本 意大利 留幾天很開心 大家都 但我的心會很想 回來做餅 我很想自己有那方面的進步 我覺得我在那邊玩 好像是浪費了 這個很大分別 譬如做到老闆 其實某程度上 他有一種想做些事 或者將放假的時間去做 有些人打工 很喜歡玩 而且時間 我不可以叫浪費 而是享受這個生日 過幼才不足 變成 我覺得沒有正確 對 有些人真的很適合打工 或者很適合那個角色 如果你有這樣的心態 即是你很清楚 你還是喜歡拿虎離身 但我覺得自己是不適合做生意的 因為我現在 全職了三年 我其實不太衝破到 那種沒有穩定生活入的 心理關口 即仍未成功 三年 覺得好像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做生意是這樣 但可能做人都不知道明天的事 基本上 尤其是做生意 不是做人 打工也沒有活量 沒有活量 出正常 即是你不被人解僱 但做老闆不是 有沒有人訂貨 那些貨有什麼問題 潮流流什麼 那些人肯定會不同 還有香港變得很快 對 香港最多的命 因為競爭太大 你和法國巴黎 街邊開的檔口不同 有街坊 網上沒有街坊 他三年已經很覺得 雖然好像很短 我想是最初的時候 和現在 整件事好像爭很遠 我相信 其實是 但暫時是衝破不了關口 你慢慢就習慣了 反而我們自己的想法 反而是反過來想 其實現在做得挺辛苦 就算做得不好 或者做多幾年後 做不到下去 其實要做一份工作 也不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基本上 因為這麼辛苦 對 做得挺辛苦 因為經常有心機 對 心機的事 你又不可以太用面膜去做 對 如果不是那個品質 你又會變成 但你又很享受 可能客人又很享受 你的手作 那種工藝 其實變成是手作 當然 是可以的手作 但很重要 我經常都說 懂得吃的當然是用這種手作 才好吃 如果你變得太用面膜 味道又會很不同 會不同 例如你再走一步 我們待會再說 但在這一刻 有很多電視機 網上的朋友 我經常打算是電視機 網上的朋友 可能都是剛剛這個位置 站著 總會跟很多年輕人聊天 他們都會說 有很多事情想做 有很多事情 其中一個 有機會就是 都開始去到某個誰數 那時候很怕自己 就是那種 講到老都做不到 我不知道 很怕 因為我真的從小到大 全部人都知道我從小到大 就是不做 覺得很後悔 如果不做 好像很 會後悔 好像 對不起大家 那不是 因為從小到大 大家都知道 我有這個想法 你的形象已經很鮮明了 基本上 我都遇到 有些差不多小到大學生 都是在這個位置 又是磨了一段時間 又是以年計 便宜了 家人 很多很多事情 但到最後 因為我是小到大 我永遠都是 鼓勵那些人 所以 鼓勵之餘 那個問題就是 不做後悔 還有什麼 青春 青春是可以 任性幾年 但不排除有很多好的生意 或者是好的 年青人創業 就是在幾年裡做得好 最有創意 你年輕的時候 對 更加要去做 其實 Sherry 試了三年 網上的營業環境之後 你覺得是如何 現在站穩到自己的位置 諸如此類 人家沒有辦法 才能比你厲害 其實是 儲了幾款 屬於自己的產品 設計 人家可能不是馬上抄就抄到 或者是可能嘗試模仿 但可能吃下去就會知道 是有分別的 是一個標準 是一個標準 對 是有一點靠這件事 而且當初 由兼職到全職的過程 當然要儲了一班客人 我會覺得 都會有一班人 會回頭 過時過節 或者是生日 有些特別事 他們都會回來找我 就叫做安心 即是有一個基礎 當然 連結婚都會有 剛才你說客人 很多時候做生意 都是最重要的客人 譬如說 那班客人 用網上這個平台 好像很容易 跟很多人溝通 但那班客人 是你的朋友 還是因為你的社交媒體 做得好 所以會引到一些人 認識你們 之後就繼續 會是哪些 可能很多年輕人都想知道 如果網上做什麼 我們可以說是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 全靠在哪裡 當初是朋友開始 特別是兼職的時候 其實最初都是身邊的朋友 但我當時 我當然想得比較悲觀 就覺得幫襯來幫襯去 都是朋友 但向好那邊想 其實如果連朋友都不幫襯 那就很差 就做不到 身邊有些餵食的朋友 一開始就算做手作也好 做什麼生意也好 可能一開始真的是朋友 但如果朋友 你都賺了這個朋友客回來 他們會更加努力幫你出去宣傳 但會不會誤打正著 反而就是網上會幫襯你 類似一年多 喜歡試新的東西 喜歡試個人風格 那類客戶就是你的朋友 以前沒有那麼漂亮 會進步 你拉回最大的 我沒有刪除過的 你去回最初幾年前 那些很練習的 沒有那麼多幻想的 沒有那麼漂亮 你的照片也是 拍照也是 是練習 所以是每一方面都練習 但剛才說回網上這個頻道 好像是很大 但我覺得要建立到客戶 有這麼多網店 但他對你有信心 其實也是一個要花心思的事 那你的花心思是怎樣 即是經常拍照 經常貼文 即是很密 還是經常回覆那些客戶 當然可能是朋友 更多通電話 你的方法會是哪些 我會發現朋友介紹的客戶 他們一來的時候 他們會更加信心 如果他們隨意地在網上見到你 而認識你 其實他們一開始的信心 不會很大 其實我覺得是要很有耐性 跟他們聊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大家都在發訊息 他們未必會每次都打電話 來訂購 其實交流 純粹是文字上 但你又要用文字上 所以讓人得到他們的歡心 即是給他們信心 其實是要很有耐性 因為我都嘗試去網上 找一些食品的公司 就像你這樣 但我問了很多東西 是安全的 因為真的不知道 你又未見到 我只看了照片 而且吃到肚子 跟其他手作不同 對 因為有些時候 我都知道有些食品 有些朋友 吃完之後敏感 色素敏感 對 色素敏感 其實大家都用色素 但問題是 有些是健康些 或是真的批過的 有些是真的好看的 其實是會出事的 所以沒有辦法 不會問 但當然 你又要很忙做這個病 但同時要解答他們 是的 那種忙是這種 例如你和你男朋友一起做 他會負責某部份的事 而是你專門做病 還是怎樣 分工都重要嗎 一個人又不是多 即是CEO也是自己 阿沈也是自己 和我找到一個男朋友 其實我們的分工 不是很清晰 因為我們盡量想 大家全部都做得到 即是他都剩下病 是的 當然有些是他專門 或者我專門做得更好 但我們希望所有事情 都能做到 因為至少你有一個 那天沒有時間 但另一個自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即是每一方面 即是福克、送貨、製作、各方面 小生意通常都是這樣 是的 即是一開始要做的 一腳踢 所以不可以拆開 只要適合一塊 這樣 未必能處理到 這件事 的確很吃力 即是跟開店很不同 一件事 你真的要在網上和人溝通 那是很浪費時間 是的 因為昨天不能面對面 其實很有趣 我覺得有時客人 因為我們WhatsApp溝通 然後他們訂了餅 可能到裸餅那天 才是第一次見 其實我覺得見完一次之後 他們回來的機會 其實都大 即是見到人 對 我覺得見到人 始終大家的信心好像變大了 那就會比較容易些 又下一次 但你自己的網站 多不多展示自己的樣子 以前沒有 我叫餅的多 但公文就有 少少 公文就有 因為宣傳是其中一件事 現在很多網站 多數行明星祭 主持人經常會出現 做網紅的事情 很多都是這樣 因為Sherry也感覺到 如果你的顧客沒有見過你 那個聯繫沒有那麼強 難怪別人做網紅 因為其實男朋友 全職地加入了兩年 即是遲年一年 真是很難想 他本身是做咖啡師 難怪的 其實很好吃 又喝又吃 其實大家都各自有這個想法 所以既然這條路 好像也做得不錯 不如試一下 反而他要跳出去做咖啡師 就沒有那麼難 因為我想很多地方都會選 這個反而簡單 不能只得到那幾間 而且年紀大沒有人選 所以我回不了頭 哎呦 創業就是這樣 你有這種不打算回頭的生態 你會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做到最好 這個反而是重要 現在三年都叫做 stable 相對來說 夠開飯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我們的目標其實很小 不是很心紅 我們不可以慢慢做得好 生意多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想 但你都會慢慢推到另一段步驟 我覺得你認真的做好你的事 你的客人如果很慢慢傳 因為說真的 要找好東西不容易 真的好 當然有人找到好東西 在這間店裡 開始到差不多 有兩個做法 要不就是 批評去戴 有些人被迫去戴 大家兩人 兩人都好 起碼你可以戴 雖然說你暫時還沒想 有這麼大的成本 要考慮 所以那時候被迫 要問其他東西便被迫 我們又很喜歡 保持小店 小小的間 正品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 因為我們真的很沒有野心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如果這麼小的規模 都可以讓我們生存到老 其實我都已經很甘心地做到 滿足了 對 所以現在有點冷水 就是如果這樣的模式去到老 都應該有些敏敏地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長會變得快 而且很多年輕人都會做同樣的事情 那變了 你要變的原因 是因為你要想想 如何再有些新的東西發展 而是做得老闆 你真的不要打工 那樣 HAPPY FOREVER 沒有這個可能 所以沒有所謂 但是我們會覺得 規模較小 其實品質會保持得容易 更好 和客戶的距離更近 關係會更好 因為這也是一種 令我們有滿足感的事情 所以不知道 可能這一刻會是這樣想 想繼續保持著 但是當然市場變得很快 所以說真的 這麼想 我想像過下一步 會有什麼變化 不是野心不野心 那些產品會不會有變化 網上宣傳會不會有變化 甚至可能開check group 甚至自己親身出去 嘗試飯 那些東西 有些人會開班 增加所有來源 即是沒有任何女性 那些產品會不會有發展 那麼我們呢 你說開班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樣提議 對呀 我想開班 可能會賺給我們耳隔多了 因為 的確很現實 就是我們 兩對手 做一個蛋糕 這樣賣 但是 你開班 可能很多人一起來做蛋糕 他們就是各自拿著蛋糕走 可能價錢也差不多 的確這個是很現實 但是 我們覺得 我們的興趣不是在教班 所以 一直都沒有走這一步 反而 我們很想再 將來走到多一步 就是 可以買回咖啡 可以做回它的專業 是的 但是咖啡很可能網上賣 是的 所以 這個就是實體店 可能有機會 未必全部 不好意思 因為其中一件事 咖啡 你不是現場賣的咖啡 你是blend 那些方法本身也是一個藝術 我當時發覺 喝咖啡 每個人都不同 告訴你 就算自己家裡沖的那些 去到咖啡的店 不是有人賣咖啡 整杯給你 是反過來 你跟老闆說 我想混合什麼的咖啡 是我自己拿走的 所以那些可以網上賣 但是 其實咖啡都是 不知香港來說 暫時沒有這麼嘴釣 你去到法國就知道 很不一樣 你賣給他應該可以 我都沒有這麼嘴釣 你只想想法國仔 他真的 沒有人喝現省的 抱歉 沒有人喝現省的 就算咖啡豆的配方 他都是要求自己的special blend 每個人都可以不同樣的 去超市場買的都會有 但那些大陸東西都會 我認識那些死者包 你為什麼我都知道 你叫他弄沙律出來 你如果一聽到我要弄沙律 你會找沙律醬 他們不是的 他們自己找醋 找膽油 現在找些香料 我自己去做 你這次想弄什麼味 那些叫沙律 所以你會發覺 他們那邊的文化 其實每一樣東西 都是很個性化的 你網上要配合個性化 其實不是不行的 你彈高已經是怎樣成功 但一件事 亦可以網上做的 其實是咖啡粉的配方 你可以預訂 你可以試和預訂 另外說回剛才那件事 創意無限 令到法國那邊的做法是如何 你會發覺你開了很多餅 那些訓練班 目的不是真的在那裡賺錢 因為那是一個宣傳平台 是 你是掃客 宣傳 你給自己的品牌 多一些機會上鏡 或者上媒體 其實那些是相互相成的 還有教的那些班 不是固定成本的 是share kitchen 你談好哪間餅店 有時間晚上不用的 那時候我們是用哪個呢 在學校用哪個呢 我去讀學校餐廳 周圍沒有人用的 整班人租了 不是租了 借了餐廳 搞得七彩 總之不要爆炸 你吃得出狗 有啤酒 餅 那時候就知道可以這樣玩 外國的環境 它是 more susceptible 它會接受這些東西 你這群年輕人怎樣玩呢 它會鼓勵你去試 鼓勵你多人 鼓勵你過性化 但香港還未試 可能你未必有這麼大的衝動 想下一步 我見過 所以可以分享外國的經驗 你呢 如果要宣傳的話 你不一定要學別人的宣傳方式 你會在法國怎樣搞 要開班 仇徒 搞一些基本的東西 或是現場做 可能有些人喜歡看 你會做得不好的 還未觸碰到 你讓我現在這樣習慣一下 慢慢 慢慢 試一下去辦 當宣傳 你不想黑銷售 反正你又不會虧本 借個廚房 其實黑銷售是沒有用的 反而我們正在說 社交貿易 網絡貿易 其實是見人的東西 比較密切 你完全在網上是不行的 你站在店裡也不可以 所以為什麽教的班 是很有效的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配搭的問題 甜品配咖啡 如果是個性化 生活品味要求 成本不會貴 你想想 咖啡豆是不同的烤焙方式 不同的blending 不同地方來的組合 然後整個真空包裝之後 你回家自己用咖啡機 是一個好好的配搭 是一個好好的配搭 也可以有多個新的產品 也是一個可以處理的東西 我就是關心 創業有時候 好像走樓梯一樣 衝過一輪之後 去到一個穩定期 然後就向橫行 但如果你再不給自己的挑戰 就很平坦 但跟著網上的環境 和現實很不同 你真的有競爭的時候 會怎樣 好像要不停地想 下一步要怎樣 其實真的無法生意 是不安樂的 所以說創業的人 打工人很不同 他永遠有一個motivation 去找一些新的東西來搞 就走樓梯 一級一級就上去 所以就說 他不一定要回去幫人沖咖啡 那個taylor made formula 或咖啡 你網上可以訂 要什麼味道 什麼效果 什麼料 其實可以有清單給你選 因為我有個朋友 發覺很過癮 他是做香水調配師 可以taylor made 網上自己的香水 很過癮 整盤都收藏在床底 香味是由你交得很過癮 問題是 法國那邊 化妝品和香水 都是可以taylor made 沒有兩個人一定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變成是 他那種生活模式的話 反過來 其實你撇除香港租金成本貴之外 網上的空間可以更大 會不會倒轉過 你起碼首先教育他 他享受這種獨立化 因為那些人是懶的 很麻煩 所以你開那個教育中的餅 那個班是有用的 其實你都是教別人 不只是技術 是如何享受生命 你轉這個也可以 很好玩的一件事 你看 我的估計 這間你未衝破少原因 通常做自己的手作 或者自己的手藝 一定是自己享受 覺得很棒 所以他在這個階段 所以他在這個階段 都仍然是享受 很滿足 其實那個 對 別人還未見到 很棒 自己欣賞了一段 可能自己在Facebook 是看得最多的 自己在自我逃遂 自己會欣賞的好事 是享受的 現在仍然是這個階段的估計 你享受到一段時間 不是說不會享受 而是開始長大了 一人會成熟 或者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需要 你就會發現原來有其他空間 那時候剛才說 就是你上來平台的部分 可能會再上 那究竟你是自己聰明 還是不是 沒有生意就是要收拾 對 所以說 究竟是哪一種 是你主動到一段時間 我覺得我們好像 看完自己很棒 我覺得可以有其他東西 那是自發性的 進步 其實做生意 都會有一種 迫你進步的感覺 就是堅持力特徵 可以停留 不過是會覺得 這種迫 之後看回頭會覺得是好 是好事 因為你看回自己同輩的朋友 你覺得自己有進步 會覺得 其實從前後 從兼職開始計算到現在五年 都會覺得自己是進步了 而且學識了很多東西 還有你想想的東西 會更寬闊 你顧的東西 會更多很多 因為沒有辦法 當初是有種迫的感覺 但現在會比一開始更好 可能是習慣 習慣了 和適應了 是要有這個模式的 至少你的東西 你會看到 這樣也有五年 都可以 是辛苦 當然辛苦 但辛苦回來的回報 其實你會更加珍惜 還有那種享受 和望著的餅 又有另一種滿足感 如果年輕人手作 有時候 保持同心很重要 經常有好奇心 你記得剛才做空姐 到處飛的時候 那種滿足感很不同 周圍看別人不同 日本的餅 和歐洲的餅 和法國的餅 你比較一下 你就會很開心 那種學習過程 本身是一個很大的Motivator 不是迫不迫的問題 所以為何發覺 老的那班人 有些很貴的人可以學 不是網上那些 網上那些很差 事實上的創意 正如剛才所說 他主要跟他reach out 他們整個班 不是在賺錢才說 正正正因為不是在哪裡賺錢 那些人會是否舒服? 跟顧客可以面對社交 大家可以試草整餅 不一定看得很漂亮 做得到一所開心的一個運用 然後會熄aled 再有更多生意 可以試過不同規格 因為在網上的 Ryuki 有試 futurs 所以現實的使用很棒 интересно, 中間同時不須狀況 沒有自己真的有廚房 哪個朋友的廚房晚上不用的就借給他 感覺舒服和某程度上你現在最值錢的感覺 可能我們的家庭觀眾都會感覺到很喜歡餅 那種 passion 其實就是那種見到或者看到你的時間 因為人很有趣 他會覺得你真的有那種 passion 我寧願要買的 你的樣子好像做生意 還有一個有 passion 我感覺上有 passion 也會比較好吃 這個都要給人家 還有 apart from 製造廚房之後 另一件事的 marketing 招數很有趣 又是我的同學教我的 就是他們 organized a gourmet tour 等於當年你自己到處去看餅店一樣 直接你自己趁放假 歐洲通常八月放假都沒有人做事 他利用了假期 反正都是放假的 他還是會去享受世界 帶著志同道合的人去一些地方找食物 所以譬如在那裡的甜品 看看原材的農場 那邊很流行 很多的 那個叫做architourism 那些牛奶牆的牛奶怎麼來呢 你做下去的時候 奶奶怎麼來呢 我記得當時他們有些教班 就是帶你去market 走一轉去選菜 因為如果你在歐洲的市場 不是超市場 他們有很多hand made 的groomy product 例如不同的芝士 其實用手造和廠是不同的 每個農場都不同的味道 很多市場 你真的有什麼料 那天是做那些最新鮮最正的東西 那邊聽這件事 然後拍照 上網 有個community是要走一轉 變成他們利用馬家旗 起碼你做老闆很慘 沒有假放 通常Anti-cycle人家放假 你最忙 人家聖誕生年的最忙 有些知道是Anti-cycle放假 所以在法國那邊流行 就是放暑假 你從7月到9月 中間起碼過半月 大家反正你放了什麼都不做 反正什麼都不做 香港就應該不行 香港未必定得完 反正就是沒有人帶頭 看你什麼企業 很難得放暑假 起碼我做Bank那班人一定會放暑假 和小朋友旅行 但有些不太年紀大的 又未有小朋友 你的標準客戶 即是年輕的 有創意 喜歡冒險 找個人品味生活 其實不太成本貴 你一個agri-tourism 你長大 兩三個星期就好吃 可能在某些市場 嘗試新的甜品 嘗試新的咖啡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活動 一路你又講解 喝咖啡的男朋友又講解 這件事真是很棒 咖啡的庭文很棒 這是大家放假形式 但你會帶他們一起放假 可能有些人有這個需要 因為有些人 我剛才說 他們未必認識 顏色還未發現到這件事 例如說我有朋友 帶我去首爾 在南韓的後面街 是他們本地那群人才會去 新餅店 意大利廚 我試過一間很過癮男友 一定會聽到會上癮 那間名為酒吧 實際上所有的咖啡 都是咖啡來的 是咖啡咖啡 他拿了獎 拿了獎牌 掛了牌 問題是所有的都是咖啡咖啡 你喝那杯好似 好像Ford Carmatini 那杯喝多少東西 原來都是咖啡 是咖啡 不是有咖啡 是咖啡 沒有酒精 所以那群人已經玩到 出神入化 如果首爾的韓國人 都可以玩到這種特色咖啡店 其實全世界都可以玩到 問題就是 即使你是那一行 你未必有機會接觸到這麼多東西 同樣道理 就是有些人想找靚咖啡 想找靚甜品 找靚蛋糕 在你那裏股仍然找到 但其實還有很大的世界 在外面 所以變成網上賣 就不只是買一個產品這麼簡單 我經常說 是網上賣買一種生活方式 那時候才是sustainable 很過癮的 很多不同的東西 所以覺得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想 你暫時在三年都很穩定 其次步就肯定會有一個挑戰 就像Amanda所說 要不市場推著你走 要不你想想想創新 但我們有另一個很不同的感覺 就是八卦和衛星 你那些行為 我不可以 其實我們發現香港飲食市場 很多時候都會突然爆出一些驚蜜 但香港的情況很難維持下去 即是新鮮感 香港人真的很需要新鮮感 所以可能我們的小店很小 其實我們不需要七百萬人來光顧我們才能生存 所以我們的技術 一定不足其他外面 但我們就嘗試保持本身的品質 即使再推出一件新的東西 都希望是去到一個我們試到覺得有這樣的質素才能推出 即是讓一群客人一直幫助 都不會突然覺得差了 用這些良心小店 用這些來保持 因為有些是為了真的做生意 因為有些創業可能是純粹為錢 或者是想做了生意 他們的成本計算得很 會有毛巾 那類是做了出來 但問題是未必是這麼好吃 或是這麼有心思 在網上我不會知道 他們有沒有寫良心和不是良心 通常買完之後是中伏和不中伏 就是看你的Disclosure 有些網上是專業的 有些人會拍攝你世俗過程 是呀 我們見到阿勞本娘 正如剛才Amanda也提到 有些人是有食物敏感的 是呀 變成網上反而資訊 比你去街邊檔 為什麼呢 你不會走到餅店裏面 看他有沒有清單 菜單 沒有這件事 你看他喜歡買的 反過來網上 因為你的顧客本身 已經通過一個資訊平台 來接觸你的 反而就可以click in 拿一個食物敏感清單 按 yes or no 可能更容易做得到 即是有些人會有牛奶敏感 膚質敏感 也會有這些疾病 會有糖尿病 有些食物的選擇 有些人可能不能吃果仁 如果做 yes or no 你反而在網上容易做到 這個交流的效果 或者感覺 好像在幫他想生意方向 不是不是不是 八卦 其實都會有需要的 我經常覺得我們不可以說是需要做生意 只不過是有一件事很想做 我們就嘗試用我們的方法去維持著它 即是你有這個十一種數目了 其實不可以 但不可以叫做 因為我覺得跟別人外面做生意 其實那個想法是相差很遠的 你仍然是年輕人 你仍然是青年 那天她說是青年訪問 我都想我還是不是青年 其實青年基本上是很寬闊的 用香港十大潔青的標準 對 45 你40也是的 我想這樣說 我剛才說的其中一個想法是甚麼 因為有很多敏感的家長 例如這間餅店 他原來是有這樣的清單 或者有這樣的考慮 如果我小朋友或自己很容易敏感 你知道的 城市有很多病 當然有濕疹等等 我會覺得這個病點 除了好味之外 他還很在乎我的身體 很在乎我的健康 某程度上就會容易記得 因為這是分別 有時候他們會來不記得 第一次問會不會有甚麼甜品 是沒有奶 或是沒有蛋 透過溝通可以告訴他 哪一款蛋糕會適合他 或是哪一款曲奇可以吃 你可能會做一些 說明適合甚麼人 例如有朋友做朱古力 他可能說明某類型 是適合糖尿病人 有說明的 因為有些朋友 我遇過一個朋友 他超級選擇食物 即是偏食 因為他有一次去法國旅行 他有一個名單 是說明廚師是甚麼不吃的 我跟他去一次我自己的朋友 私房菜 我朋友是廚師 他講完之後 我朋友是怕他 他就先煮了他那份線 然後才煮我來那裡 因為他有甚麼蔥 有時三十多四十樣東西是不吃的 那怎麼辦 你煮一頓飯 你怎麼煮出來 他跟我說過 這麼多法國人 他故意翻譯法文也要翻譯到 那些人沒有給他吃 但他不是敏感 是因為偏食 不是偏食 你說那個食物偏食 法國佬還要命 他本地人 法國佬不介意 沒有喝歡迎 但你知我朋友 煮的一個 美容都知道 他第一次發現 你朋友的皮膚是不是很差 但又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知道 但我朋友真的皮膚差 我怕結果是合適的 因為他是做美容師 他看完那些照片 他會覺得他不夠某些營養 長時間地有 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你為什麼法國都習慣 他看完菜單之後 他相反推薦 你可以吃甚麼 但香港不會 我朋友已經很好 我覺得已經煩了我的朋友 我想說這件事 可能有些客戶 可能他們有這樣的癖好 偏好 甚至乎他們買咖啡 也有帶甜 小甜中甜 我不肯定 譬如你的蛋糕 你也可以幫客戶 這樣製作 我喜歡這個 多一點甜的 可能就少一點甜的 變成一個客戶 就覺得這間小店 真的太好了 我喜歡要甚麼都可以 又真是錯 就是製作 製作很難做生意 對 其實我們已經很隨便 所以我經常覺得 有少少玩死自己 玩死自己 玩死自己 有些客戶 很老實說 因為這就是 生意的難事 你很有理想 你很希望可以適合到他 但生意上 你有成本 有心機 很多時候 創業那一刻 很多人未必要馬上平衡 因為我出了一個完成品 要這樣 我明明要兩天 但你又有一天 難道你不接嗎 尤其是BtoB 有很大的機會 可能有些公司 給你一個好的預算 是可以的 但他可能做一些 你不是100% 很多爭執的 BtoB 這個是難題 過人童 會有很多時候 究竟做不做呢 客戶要求的事情 不是本身做的事情 或者本身 我們沒有這個提供 但會去考慮 以前一開始 有些是客戶想要什麼 就盡量做 但開始發現 做到我發覺 其實是成可意的 的確要平衡 好像我剛才所說 又是那句 不是平衡的 是商業定位 你是做什麼 知道自己的線 是在哪個位 還有一些人上來 也有估計 你總不能啊 你只要開了個頭 之後全部都會這樣 所以定位有更多 反過來 有沒有想過參加 是法國興的 不好意思 有沒有想過參加 蛋糕比賽 拍攝比賽 還有那類的事情 因為真的有省頂招牌 有沒有想過 沒有 沒有想過 對 不想玩 還是覺得不適合自己的玩 不知道 其實我很奇怪 因為我們兩個 譬如他做咖啡的時候 當然他們都有很多這些比賽 有比賽家 咖啡多 對 餅也多 其實的確很奇怪 我們兩個做生意 但我們兩個有一些很低調 很低調 很喜歡真的躲起來做事 超掙扎的位 都不是掙扎不掙扎 定位不同 如果你又不是那句 不是當明星仔的話 你打那個社交網絡 是性格問題 是性格定位的問題 但可能我發現很多手作人 我都當自己一個半個手作人 都很喜歡埋頭苦幹做自己 這個是有少少跟做生意 有少少違背 好像不相配 不一定 有少少不相配 好像不相配 老實說成功的人都很內向 有書看起來 即是introvert 其實可以很成功 原因就是他專注 對 因為你參加那些比賽是真的 你參加那些比賽的時候 你為了滿足比賽的要求 有很多時候你做了一些 不是自己最想做的事 是為了拿一個Wow Effect 為了別人設定了難度 你滿足了 令自己贏的話 最後的產品 你平時都不會買 但可能當挑戰了自己 但有些人是為了宣傳 但確實很有宣傳 很有用 對於內向的 或者你喜歡埋頭苦幹的人 首先他要隔個頭去找哪裏有比賽 這是第一步 這是第一步 即是如果你要走比賽這條路的話 對 我想這樣說 你醞釀就知道了 可能有時候也是 心目歷程是 到差不多 你暫時放了 你不做 但好像未醞釀足夠 到差不多醞釀足夠 自然又可能會看到 或者會做這件事 可能以前的事未夠吸引到其他人找來做訪問 好像一、兩年就開始有些 多了一些訪問 對 多了一些訪問 所以不是就是 可能是 慢慢走到那一步 可能有哪一步 有些是不是這樣 一出來就 什麼都未有 對 我又不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不安心 你不夠 這樣說 你是做質素的事 你覺得沒有質素 你會覺得 搞錯 對 自己的心 如果我做些事不夠好 我都不敢出來說 我做些事好 那種感覺 這個很明白 很多時候對一些有執著 有要求的人 這類會比較多 寧願有 有蛇自然香 可能會慢一點 但不是說沒有 起碼今天我們也先上來清理 衝破了一點 而且你會吸引到 你會吸引到 那些回來的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你通過一個 sharing tasting social event 另一個很不同的定位 的宣傳方式 所以不需要擔心 好像很矛盾 做生意 有很多時候 中國人的傳統智慧就是真的 你有良心地做 有些是自然的 問題就是 你也要找機會和人分享 因為你不會知道 所以變成低調 就是低調行銷 你可以很低調 你可以很低調 就不用這樣 開了鏡頭 然後自己做自己的事 沒有理會他 我們這些很八卦 因為外國是有些人 有些模式是什麼 他真的特地請藝術去房間 八個小時 講明分那八個小時 不管他做什麼 你在那裡畫畫 自己畫八個小時 我平時真的畫畫 那就做自己的事 完全不管是鏡頭 都有人看 看了很多技巧 一來以來 其實你衝破 你衝破 你習慣 所以慢慢慢慢習慣 你未做到 要看鏡頭 不要緊 你開了 大家看就看 不看就看 你自己喜歡 可能你習慣了 你就慢慢慢慢 再願意看鏡頭 我想要這個階段 現在都不是很願意 但是很好 在那邊看不住 我們很自由 男生 我經常覺得 是一個心態的成長 因為他在說話 我不是說出來 因為我也是這樣的人 總之躲起來 但為什麼我會成長 在那一刻 發現你做到那一刻 躲起來 在那一刻 而這個工作 比較好 你就會再向前走 你就會 可能我會做其他事情 如果是時間 你未熟到夠 你未去到 例如想回五年前 那時候也沒有想過 這一刻會這樣 或者五年後 可能真的做 剛才你說的 的確我這一刻沒有想過 你會成長 可能你見多了 例如你做訪問 接觸外面的人多了 又聽到法國的人 原來如此 這麼難玩 你可能整合你現有的資源 不是一去就跳到那一隻 而不是逐樣逐樣試 其實你這條路也不斷有進步 還有做生意 還有一件事 就是你只是開眼耳 去接收外座的資訊 雖然你逛街 所以為什麼做老闆 放假都很忙 就是不知道你逛街都 可能有用 在你看到這些事情 這是職業病 這個想法很好 其實你的腦袋沒有很大放假 但那些是創意的 因為將一些很潛關的事情 而加上自己的東西 可能會變成一件新的東西 永遠都是這樣 你還沒八卦到 你不知道發覺有一個廚具博物館 什麼都有的 有時候 例如以前的工作 雖然現在你不是去到以前的工作 到處飛 但真的需要到差不多的時間 你們兩個都是去拿一些想法 尤其是你們自己是創造的東西 要看很多外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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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給別人吃 自己不能吃新的東西 或者正的東西 躲在香港廚房裡有一頭 變成你是一個創作傳源 但你沒有投資在自己身上 變成一件事 反而會塞在那裡 雖然說網上很容易 但網上也是看的 我想生活體驗也重要的是 你是吃的東西 而且你是感覺到 原來真是金蘭式 很多東西玩 我不當吃的很好玩 整件事很好玩 例如你做餅 咖啡也是一個享受型 這很明顯不是生存型的需要 不是生存型的需要 不是生存型 你享受生活 首先你兩個都要少少享受 不可以太埋頭苦幹 這就是進步 即是埋頭苦幹只是生命一部份 其實我們不是要的 因為你開始設定 以及要告訴別人 你要做的事情 你只是做完 要做到別人 看到肯定下單 肯定下單 肯定下單 現在經常回頭 你做到了 不過的確是 每天去做單 其實是很難想到新的 的確每一次 即是回去打算 那份工作有分別 可能每一次都要 放假 或者去旅行 然後就好像讓腦子休息一下 有些衝擊 就是會想到一些新的事情 的確 例如聊聊天 或者做一些訪問 都是brainstorm 因為你要看到一些 平時不是健康的人 會幫得到手 他都未見的人 可以說我這麼難玩 例如我跟平時朋友聊天 他們又不是做可以學 又可能給予的意見 可能來來去去都是那種 可能今天看到你們 可能會想到的事情 又不同了 你的世界模式不同了 因為本身你們 不是我 本身圈子裡面的人 其實都會很有用 所以你們到處撞一下 或者見一下 不夠貪玩 我們應該是 特別的 我們應該不夠貪玩 我還未穿貪玩 你不記得 慘重的教訓 就是 有個美女寧願去 開餐廳 也不肯嫁我 你知道 你自己肯說 我身邊是懶惰成這樣 因為真的 其實每一個人的取態不同 而且你的客戶群是大 譬如說 你現在自己的 舊客 或者職員的客戶 是那些 但你譬如說 原來是這樣的人 或者原來是這樣的人 原來還有其他類型的人 你在一些 跟他們分享的時候 他們會說 這類型人 都可能可以做你的客戶 其實你也可以 無論是在品質上的 再擴闊 或者在內容上 有機會都可以再擴闊 所以你們兩個 都可以剪花頭出來 咦 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我想是老闆 其實真的要經常 要記得的事情 青年創意 很多時候 就卡住了那部份 因為你小時候 做自己的事 是做自己的才能 或者是興趣的事情 走到某一個位置 可能再走下一步 又會有些針鏡位 所以有很多人做生意的 不是同行園之國 是反過來的 我也看到 例如他專門做某一種 但他的網絡 就不只是 客戶的網絡 其他行家的網絡 例如說 他可能會認識一些品酒師 又或者專門做 Dairy Product 或者專門做Pastry 你的圈圈會很過癮的 其實不是互相競爭的 不是公共的 很過癮的 所以變成另一種 很不同的網絡 所以在那個環境裏面 都值得思考 當然不需要這麼急 有那句 反正你低調 不要緊 跟你男朋友玩得開心 是不重要的 下一步 你會有一個好奇心 下一步可以有什麼創意 總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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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高興 至終我看到你的表演 有這麼漂亮 色彩 其實你都是那種心態 你都會有的 只不過真的 做生意的時候 好像很悶 數字 防保唇 好像很不同 就算去BtoB那些 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開酒教的 他在酒教 他其實自己的 private kitchen 去做 wine tasting 連同一套餐 很開心的 但是那個酒教裡面的 kitchen 他未必有人會做餅 你不要忘記 Dessert 趁 wine 本身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你明白嗎 你講到那些已經是Network 認識朋友 很明顯對於他們兩個來說 下一步 可能將來 其實當然要去學 天大地大的 我經常都在說 成長的問題 他這個人的階段 他在弄在這裏 OK了 在弄在這裏 然後去到 認識到這些人 可能會突然有 或者在工作上 可以 他就可以慢慢試一下 好像那些 我其實是對貓 他會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他就是探索 他會知道他開店 嘗嘗 不會馬上走出來 他覺得 OK 我也有 但他的心態上 其實他長一些八卦 但他永遠都是那一刻 那現在就是 他為什麼 這樣還沒有 創業就好玩 跟打工很不同 打工的老闆 好像不給你試 你創業沒有作為老闆 你自己也有老闆 問題是 你如何去進一步 創新突破的時候 就變成創業者 跟創業者之間 都有很多互動 可以玩的 很多人可以玩的 其實你反而那些朋友 他們給你意見 認為心態上的 互相扶持 因為上次阿竹奈那一集 都說創業真的很孤獨 譬如你身邊的朋友 他們不是創業 你會不知怎樣談 是會不明白的 但如果你遇到一個 跟你都是創業的人 你都會發現 很明白 因為你都要互相 motivate 其實有時都會 玩這樣的比賽 你可能不知道 都是別人介紹 譬如之前我們玩公司的比賽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是有朋友說 這個玩過的 你試一下 就是這樣 一句噢 那我就會做 可能是你差不多的圈子 除了客戶 或者朋友 到差不多 這個是慢慢的 是認識了朋友 不是馬上去 但你開始發現 你要去到另一個階段的人 又不覺得 你的公司可能會幫你 推到某些位置 起碼你會知道 原來發覺有這麼多東西 原來有比賽 你便慢慢去 試一下 可能會幫得到 你去 最初還沒有想一下 但現在不是故意去想 而是收到很多資訊 因為自由度很大 其實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當然你怎樣說 你的自律性也要很有 做老闆是這樣的 自律性要有 因為你不跟打工 你不回家 你沒有自律性 你沒有良出 老家 其實自己 失業就不會 那些客戶都是老闆 其實都不是很自由 所以如果你是創業 你首先要想清楚 一定要準時交課 對 一定要準時交課 沒有藉口 其實那是主動去做 對 你會為事就不是為了被迫 因為打工就是老闆叫 那些事情 但你做生意很願意 因為你很想拿到這生意 而去保持你的理想 保得慎 保得慎 對 你不可以讓客人慎 要慎你男朋友 只可以自己為來慎 但也沒有所謂 其實每一個成功的生意 或者你要慢慢跳出一步 找到你的理想 永遠都會有這樣的經濟 如果這麼平坦 就不能夠自己很強 所以這反而是好事 我經常說 一開始的時候 多些碰下板 青春 有些什麼事 什麼都要試一下 沒有人不就再試 起碰知道 有些什麼值得試 試到哪裏 是要再轉 很好 兩年充分工作 三年充分工作 然後之前那兩年男朋友 又跳下來 這件事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要找到自同道合 另一半又不吵架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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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兩個人不容易 很多事討論 但罵也好 吵架是難免的 但自同道合 你教完之後不會發 因為現在現在都是男朋友 對 對 對 那幫助力很強 不是開玩笑 其實是一樣 Amanda可以在另一個節目 也介紹了 各位女士 如果想認識一個好男朋友 學一下做甜品 令我想起 我想報告給你 明天還未知 我們上次有一個 是講男士 阿昌有閒文 已經成功了 已經放了閃光彈 已經有了 即是教育即是活動 他都說阿嘉俊那個是活動 即是活動 即是認識女生 那時候沒有認識女生 剛巧 因為有一個學生是我以前顧問 叫獨男大解放 我開始說 是男士 他也是其中一個 剛巧有一個學生 還沒有女朋友 那時候 最新的就是有了 已經放了閃光彈 他已經成功了 他就告訴我 他真的用了阿嘉俊教我的方法 是活動的 但當然男生和女生 其中一個是甚麼 很甜蜜 這是其中一個路 所以各位女生 不用擔心摸摩托 找這件事 例如做蛋糕 就可能會有一個漂亮男朋友 男士 即是男士 要搞定男士的位置 應該這樣說 不是 說出來很幻想 不是 說出來是咖啡蛋糕 很多幻想 不是這樣 人需要一些幻想 支持他繼續生存 因為當時看到老闆 又是今天 你不試過怎麼知道 不是 表面好幻想 人是需要的 我也是故意帶出 這個幻想的形象 給大家 我們都會故意鋪一下 我們的小故事 其實是的 我剛才說 你是做網絡上的店 你不是實質店 你走過來 所謂叫走就是在錄 在手機錄 他怎樣可以停下來 原來你的故事是這樣 的確 之前的訪問 都對這個小故事很有興趣 永遠都是 因為Storytelling 是一個很厲害的市場 很重要的 令到一些客戶 有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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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性的形式 親切了 好像熟落了 或者他會覺得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即是投射了那種 事務或者喜歡 但當你熬夜整餅 洗碗洗地 他看不到 這個我不會給大家看 不鋪出來 正如美女永遠都是 最漂亮的樣子 他沒有想到 其實他也會有肚腩 他也會有肚腩的時間 他不會擺出來 所以這個 我認為網上的店舖 或者網上的生意 似乎都是這些方法 比較容易成功 所以沒辦法 雖然他很耐廉 但我也嘗試講一講故事 知道嗎 將你講出來 我要翻翻畫家盡 其中一個上次的講 是怎樣令女生 留意你 首先你要講自己的事 所以他說 我講到自己的事 所以他就聊到 所以 原來做生意 也不是要認識女生 還是要講自己的事 先講自己的事 爭取認同 對 人家不知道你是誰 而且他猜不到你後面有什麼 你講了你的故事 例如說 可能你的背景和你相似 類似的 我們是同類 你也是有貓 突然間 整個感覺 好像我們有兩位 你就可以吸收到某類 或者他看到你 原來你的背景 你這麼努力 我欣賞你 又可能會給你機會 或者我覺得 如果要A、B公司 我寧願多選這個A公司 所以真的 可能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大家 願意分享你自己的事 可能會吸收到不同類型的朋友 或者生意 什麼都好 至少人生會豐富 你肯去分享 肯去溝通 很重要 豐富人生 其中一件事 就是有自己的事業很重要 對 所以 創業創業很重要 希望今天Cherry和我分享 鼓勵一下大家 創業創業 今天選了這個嘉賓 大家喜歡吃 對女生常說 弄點蛋糕 弄點蛋糕 弄點事情 原來你做得好 以及用心 基本上都可以變成你的事業 或者下次創業 那個機會是你的 今天就差不多了 對呀 很感謝Cherry 謝謝 謝謝 有很多食物 謝謝 拜拜 拜拜